说起来就离谱 在一次普通生存中 玩家的耳边总是传来挖方块和受伤的声音 他以为是游戏出现了问题 便重新登陆了下 结果等他再回到游戏 却发现状态栏上竟然多了一个人 要是你觉得自己很有 请把我超涌打在公平上 那天 玩家开启了一个新的生存 基于玩家版本 是当时的最新版本1.8.4 游戏开始 玩家的出生地点是在一片热带草原 他没有去四处乱逛 而是直接撸起了木头 但在做出工作台后 他并没有顺手把前些装备做出来 而是选择去附近查看地形 看样子 他是想把建房的地点给确定好 玩家的运气很不错 没走几步 便发现不远处有个村庄 这对前进物资匮乏的玩家 无疑是十分要好的消息 在进村之前 玩家利用附近的石头 做了一些工具 随后便走进村庄 可还没到他开始白嫖 耳边忽然传来一阵生物受伤的声音 这可把他吓得一跳 于是玩家连忙往四处砍去 却发现周围根本没有任何生物 但那声音是怎么回事呢 对此玩家没有多想 因为眼下还是拿物资要紧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声音却愈发的诡异 除了受伤声音之外 不知道哪里又传来挖田方块的声音 这令玩家不禁有些慌 有人连忙出来查看 但看到的却跟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 没有第二个人 那声音到底是哪里传来的呢 玩家想不明白 只要认为是游戏出现了故障 所以便重新登陆了下 结果一上来 便发现状态狼中 竟然多出了一个人 玩家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从开始界面我们可以得知 游戏只是普通的单人游戏 按常理来说是不可能加入第三人 但现在它却真实发生了 之后他尝试与这名乱码玩家沟通 而公平上的回复 只是出现了一串 与这名玩家名字相符的乱码 从自己颜色来看 很像是某种指令 但纵怪我的世界指令 从未有如此古怪的指令代码 玩家很不解 于是不停发消息询问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文贷之下 玩家只好尝试找出这家伙 他离开了村多 一路向北前进 很快进入了一片森林 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 玩家面前的大树 无缘无故突然起火 玩家连忙将火扑灭 同时直轩也告诉他 那家伙很可能就在这附近 可到火扑灭没走几步 前面的林子又燃了起来 并且这次的情况 还有点不一样 玩家刚一转头 便看见两个浑身不满黑点 类似玩家的生物在前边 但当走过去 这两个生物又忽然消失 他想过游戏可能存在第二人 但不曾想到 这家伙竟如此诡异 玩家意识到不妙 连忙逃跑 但没跑几步 画面突然变幻 被传统到一条狭窄的矿道 里面的东西很奇怪 与其说是装饰 更不如说是某种仪式的媒介 因为在这些红石的尽头 正是之前那个奇怪生物 玩家想上前解决它 但这生物突然消失 紧接着身后 便出现好几个这样的生物 玩家惊恐无比 并在情急之下 不小心打开了物品栏 这时他注意到自己的游戏角色 物质合适 竟也变成这种生物 可暧昧的玩家思考其中缘由 它的游戏突然报错 被强制请下先 以上便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当中情节皆为虚构 大家切勿当真 喜欢的记得多多点赞评论 我是少萱 咱们下期见